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圣帝君又称文武财神 是众多华人敬奉的神奇 坐落于新北市三峡区的广行宫 寺庙里的老帝君神尊 即逝于清乾隆年间 随着陈氏先祖渡海来台的关圣帝君 百年来行依旧式造福苍生 那时候是帝君就是说不提在这里 他一定是不提在这里 所以大家也说帝君就帝君就帝君 大家就尽量帝君出力 有钱人出力 所以就完成一个健康的事情 我们拜帝君 我们是在拜帝君 他深浅他的精神 我们对世大人、父母 一定要友好 对朋友一定要伺候 我们认为他的精神 不管是在我们事业上 还是我们朋友的人质关系 相信说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好 关圣帝君是一个中意的精神 是很精神 地方也给他保佑 给他保佑很多 他可以回去不但拜拜 有精神 回去还可以跟他的吸血 有着我们关圣帝君 中意的精神 可以流传下去 帝帝相传 相传原主神关圣帝君 过去因某次治百姓家中治病 而不知去向 于是供奉者又新客一座神尊 而后原神尊就被称为老帝君 新客的神尊则称为少年帝君 因为我们的主神是关圣帝君 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心结 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庙里有一座老的 也有刀一座少年帝君 这座少年帝君 因为什么少年帝君 因为他打完 我们这里还做一座的摆 要一度回来 再会让老帝君和少年帝君 整座老帝君的神尊 由黑坛乡雕塑而成 安坐于虎皮龙椅上 早期因医疗条件不发达 当百姓遇到奇异怪病时 经常透过灵机 求助于关圣帝君开除药方 并刮取神尊的底座 当作药饮服用 长年以来 大家来让老帝君看病 然后看病的时候 帝君都会交代说 从他的底座 跑一块木头回去当药饮 然后久而久之 越跑越大洞 已经快跑到他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已经没有再有这个动作 今年由三峡广行宫 与新北市三峡区公所 携手共同策划的春节灯会活动 串联三千颗来自大三峡区 国小学童的手绘灯笼 编织成全台最大的造型祈福天灯 象征传选平安与幸福 祈福天灯全开 象征步步高升 万事如来 除邀请地方首长起亮天灯 更由三峡国中元武社的精彩表演 为典礼揭开序幕 祈求新的一年国泰民安 我们今天广行宫 我们的观众力竟在保卫我们的整个祈福平安 另外就是整个灯节刚好应景的 我们过年期间跟年宵节的一个系列活动 让我们民众也不需要说 一定要到台北市跟群家就要来赏灯 这里就非常漂亮 藉由我们的光影跟道影 然后来这边赏灯 就可以得到平安跟喜乐 我想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欢迎大家一起来 在星光意义下 民众穿越坠满璀璨灯式的长湖廊 敲响祈福钟楼 将心愿写上祈福会马 高挂在五彩绚丽的天灯上飞扬 每个人被包围在灯笼海里 静慕福德与智慧 为彼此带来真挚的祝福与感动 与此同时更举办直角大赛 彩登米等 规划一系列深具文化意义的趣味体验 让民众一起普天同庆 以藉由活动结合工艺义脉 打造妙城文创市集 与民众共度新春佳节 今年三峡灯会将举办在我们三峡广行宫 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元宵节 2月8号 2月9号都还有活动 2月9号是我们地军杯的歌唱比赛 将由苏佑龙来举办 他是台语歌手 也是我们的亲善大使 那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 最特别的是 妙方引进全台首创的神望饮水机 在登会期间 供信众饮用平安水 普世会则 使信众达到身心灵的提升 我们三峡广行宫将一直延续着每年所做的爱心活动 有急难救助的都可以帮我们广行宫当成一个窗口 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关圣地君的理念 三峡广行宫所有干部 在此向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江 新年快乐 祝年行大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